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示範一下 如果你拍的影片是用手機 而且你忘記把它放成橫的 結果造成你在上傳臉書 或者是上傳YouTube的時候 他的影片兩邊都會是黑的 如果是上傳YouTube的話 他會變黑的 如果是上傳臉書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旁邊弄成霧化 還比較好看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假設你要上傳到YouTube去 兩邊是黑色的 不好看怎麼辦 好現在呢我們會如果這個影片呢 就是手機拍攝值的 然後這時候呢你把它拖到時間軸 然後放開 好你會發現 第一次呢 你也許不會跟我一樣 你也許這個可能會是這樣子 可能會是這樣佔滿整個畫面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在上傳的時候 希望他的解析度是高的 所以呢 你要注意一個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project setting 就是你這個專案的設定 設定什麼呢 設定你這個dimension 就是你的尺寸 長寬的尺寸 我會建議你 因為現在都已經是用Full HD 就是超高畫質 高清畫質 所以你要選 1080p 1920x1080 選這個 然後這時候呢 按這個 它的color就是這個背景顏色 你可以把它換成你比較喜歡的顏色 譬如說我要白色 好 假設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看的話 那就換白色吧 那如果你要換灰色 好像比較舒服 那你就換灰色吧 或者是你自己用這個取色的滴管 取一個跟背景色比較像的顏色 讓你看起來比較舒服 也ok 就取這樣子 好 然後apply 好 這是一種方式 這是一種方式 現在來示範一下 好 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那 第二種方式 就是 你 乾脆 如果有辦法的話 我們先用那個 滑鼠滾輪往下滾 讓它整個縮小 輸出的畫面 是這個方塊的區塊 那我們現在把它縮小的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 照比例放大 然後再把它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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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這樣 好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輸出的時候 只有這個方塊的地方會看得到 然後上面跟下面它會自動幫你裁切掉 所以這樣是滿版的畫面 滿版的畫面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上下都犧牲掉了 看不到 所以不見得適合 要看你拍攝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上下都切掉不適合的話 你就用剛剛的第一種方式 讓那個兩邊去選取你比較適合的顏色 還有第三種方式是什麼呢 我再把它滑鼠滾輪再把它放大一下 我先把它原本的縮小 縮小成原來的手機 本來是這樣子 在畫面裡面本來是這樣子 我把它放大一下 或者是你按這個 Fit Fit它就會 布滿整個視窗 第三種方式就是你背景去弄 霧化 怎麼樣霧化呢 我們常常會在新聞節目上面看到 是它是怎麼做的 就是我們再把它放一個 放在上面 這樣兩個人 第一個我再把它縮小 一般電視新聞上面我們常看到的是這樣 我把它放大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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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全螢幕 好放大到全螢幕 然後呢 我把這個移開 然後呢 我加一個霧化的效果 好看一下霧化效果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 這邊選擇一二三四 第四個 這邊有一個blower blower就是模糊 blower模糊 你可以把它拉下來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這裡 好 把它拉回前面看一下 好這個就是霧化效果 然後呢 我先把上面這個拿放開好了 因為這個最上面的圖層是壓在最上面嘛 然後這是最下面的圖層 這是中間的圖層 所以這個圖層呢 這個霧化效果會壓到最下面的圖層 所以我們點擊一下它 就點擊一下它 把它拉大 拉大 拉大 蓋住整個畫面 蓋住整個畫面 然後呢 再把原本的 原本的影片好放在最上面 然後我把它拉到 上下頂住 好 然後呢 我把這個模糊效果拉到跟這個影片的長度一樣 這樣它才能夠從頭到尾都模糊 好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播放一下 現在來示範一下 如果你的影片是直的話 應該怎麼樣處理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 我們會建議啦 就是你在拍影片的時候 有很多人是拿手機在拍影片 那最好呢 是把它拿成橫的 比如說拿橫的 如果你不是拿橫的呢 到時候很大的困擾就是 你要上傳到Youtube去的時候 兩邊就是黑色的 那兩邊是黑色的就不好看 應該怎麼處理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好這個方式就是電視新聞你常看到的 有印象嗎 回憶一下有印象吧 就是這個背景是模糊的 那原本的這個影片是清楚的 但是這個背景又會跟著原本的這個影片一起動 它會一起動就是因為 其實它就是兩個一樣的影片疊合在一起而已 只是一個把它放大到全螢幕 然後把它物化模糊了 所以看不清楚 焦點會集中在前面這一個 那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會建議來就是你的 感覺就是後面的影片跟前面的影片是連動的 是一起動的 因為本來就同一個影片嘛 所以這是第三種技巧 提供給各位參考 請 謝謝으니까 請問你 謝謝 老闆 じゃあ Twee 皆 讓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